各位讀单好 我是Yoti总编辑官呈 我现在在2019年 木铃银响展 Mersion的这个展场 我自己是Mersion NetX的用家 不过现在我看到 经过两三年的进步 Mersion已经变成 一个四件式的系统 各位看到 虽然外观都一样 但是从上面来看 最上面一部是Transporter 然后中间那部是 校正时钟Clock 然后底下呢 就是最早的NetX 不过这个NetX 比我的版本还要好 就是它已经内建Rune了 所以它已经有 Music Server的功能 然后底下是专门 给NetX的这个Power Supply 好 但这个线性电源呢 只供应给NetX的 类比放大使用 好 那中间呢 那是他们 Mersion自己推出的Clock 配别人也可以 但是配NetX 自己的这个 DAC 就是NetX 来配它的这个Clock 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 这个时钟校正的频率 那你都不用设定任何的东西 那Mersion的器材 自己会沟通 那另外它有两组 是10MHz的 然后它还有其他 可以设定 Word Clock的这个同步 非常方便 也可以搭配其他使用 好 再来就它的Transporter的部分 好 这个转盘 为什么配NetX 会特别的好呢 因为 这一台转盘自己会升频 它可以把系列顺号 升频最高到DSD256 如果用这个 它的Ravena的这个数位传输 可以到DSD256传输 但是如果是用AESCBU 它就到这个DSD128的传输 好 现在这个事件是加起来 看来我不晓得是不要再升级了 好 以上是以后的总编辑 在2019年慕尼亨音响展 Mergin的这个展间报道